愛著情和愛 你從前方來 穿著黑色蕾絲洋裝 跳起舞來動感又性感 她是費真麟 也是張飛跟費玉清的姐姐 身為一代艷辛 卻在40歲時出家 法號橫竖 側面看起來是全來俏壁 我正面是山明水秀 我現在穿給誰看給我 你活上看嗎 上節目穿滑服 橫竖法師講起話來 昏素不濟 因而引發爭議 逐漸淡出影光幕 她是劉蘭希 是670年代的清純玉女歌手 紅片大街小巷 還曾演過窮瑤電影 她心裡只有你一個人 你 你 你 劉蘭希24歲 就嫁給了打她10歲的醫生 梁榮基 赴美國進修英文意外接觸佛法 31歲時決定剃度出家 再出現螢光幕 已經是道容法師 我想請教兩位法師 知不知道道容法師在過去 是一位非常耀眼的明星呢 不知道 有人選擇頓入空門 不過也有出家後來卻還俗的藝人 像是桑尼和張楓琦 也沒有經過人家的介紹啊 就來到中台 而且會這麼樣的信售 我去參加完之後 我個人就非常喜歡寺廟裡面的環境 然後喜歡那邊出家人的生活 所以說那時候我就決定要去那邊出家了 張楓琦是藝人張葵的兒子 他自曝小時候 因為被保姆虐待 所以9歲參加佛學營後 選擇出家 15歲在媽媽的規勸下 才同意還俗 也成為他人生的特別經歷 記者黃毅文章哲如 台北報導 好 這個黃毅玲的女兒呢 國小畢業之後呢 黃毅玲就把她送到了一個 福祉教育園區就讀 那麼這個佛教學校呢 想讀還不容易 很嚴格 全家得要先面世 但另一頭爭議也不少 因為一年呢 只有寒暑假才能跟爸媽見面 同時呢 要出家還有年齡限制 必須要限制30歲以下 那麼這些規範呢 也引起了外界的質疑 繼續是我們的報導 灰白色調的建築 一旁還有學生自己耕種的農田 位在雲林的這個福祉教育園區 就是台語歌手黃毅玲的女兒 從國中一路念到高中的學校 這所私立佛教學校 包含小學 國中和高中 一共約1500位學生 每學期學費8萬元 家長想送孩子入學可不容易 要經過全家面談和兩次試讀 入學率只有25% 校方規定所有學生必須住宿 一年只有寒暑假能跟家長見面 外界質疑這樣的規定 是剝奪父母的權利 對此校方私下透露 如果父母提出申請 平時也能到校探望學生 另外還傳出黃毅玲原本也打算剔度 但福祉有規定30歲以下才能出家 這個條規也讓外界摸不著頭緒 想要進入這所學校不容易 但有的家長卻多希望從沒將小孩送進學校 2014年台中一位無助的媽媽 出面控訴考上台大的兒子 因為參加了福祉的營隊 畢業後兩年替度出家 取名法號信壇 從此和家人斷絕訊息 現在王毅玲的女兒同樣考上台大 卻一心想要出家 封閉的校園 爭議不斷 這裡有廖文斌 雲林報導